你 谁呀 他不见 不是 别动 大哥 你们到底想干吗呀 杨小八 你要是想活命 就给我老实点 不是大哥强心说的 我想啊 我当然想活命了 不是 大哥 你们这是 想劫财呢 还想学手艺啊 你死到临头了 还跟我贫嘴是吧 说 你刚才找柴宝干什么去了 柴宝 青阳卫老大 你少给我装傻充了 是不是柴宝要杀蔡将军 被你看见了 你就去敲诈他 大哥大哥大哥 不是这哪儿跟哪儿啊 这是 我敢敲诈柴宝 这这这 我要敢敲诈柴宝 我这脑袋早就不在脖子上挂上了 不是大哥 你们也不提四两棉花去访访柴宝 柴宝是谁啊 我就是一个修脚的 我 我敢敲诈他 那是柴宝给你好处了 封你的嘴了 这 大哥 你们说什么 我真的听不懂 警长 看来这小子 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警 警长 不是大哥 你们警察觉得呀 给我埋了 是 是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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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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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大哥大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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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老爸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是再不老实 我肯定活埋了你 大哥 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呀 最后再问你一次 要杀蔡将军的 到底是不是柴宝 没错 你说什么 我说没错 我看见是有人要杀蔡将军 可是我没看见是谁要杀呀 你还不老实是吧 给我埋了他 别别别 大哥别啊 好伤害 大哥 我是冤枉的 大哥 大哥 大哥呢 我说的是实话 大哥 别埋了 别埋了 大哥 我看出来了 你不是想要弄死我呀 你是想要弄死柴宝 老弟啊 你也是个明白人 不是哥几个难为你 是尚风 现期让我们抓到 谋杀蔡将军的凶手 于其无法破案 我们哥几个 连饭碗都不保 蔡将军也说了 你呢 不但救了他 而且还看到凶手是谁 所以我们才找到你的 你最好也识相一点 告诉我们凶手是谁 不但你没事 还能拿到笔奖金 何乐而不为呢 哎哟 大哥 我想活命 我更想拿奖金 可是我是真的没有看清楚 是谁要杀蔡将军啊 我总不能像条疯狗一样 逮谁要谁吧 你说柴宝 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了 你为了护着他 连命都不要了 柴宝又不是我亲爹 我有病啊 我替他卖命 大哥 我是真的没看见 我就是一个臭修脚的 我管这闲事干吗呀 我要知道我早说了大哥 我是冤枉的 我是真的被冤枉的 杨小八 以后就眨眨心眼 少管闲事 看来这小子 我们的确是冤枉他了 对对对 我是被冤枉的 我是被冤枉的 大哥 那咱们回去怎么跟局长交差啊 那也不能冤枉好人啊 对啊 不能冤枉好人 小八辣子 是啊 是条汉子 弟兄们 我们走 大哥别走啊 我怎么办啊 大哥 你们管车间不管车送啊 你们这也太不具体了吧 你不是福大命大吗 让老天爷救你吧 大哥 大哥别这样 大哥 大哥 你怎么办啊 混账东西 今天算你们福大命大 你们要是真想弄死我 江州第一刀 可就要开荤